哈喽,今天姐姐在小卖部投了四平年,每一瓶都超级仙气,四平年总共花了12块钱,每瓶和3块钱,价格还算可以,一起来试玩一下吧,再来试玩第一瓶,做起来挺有弹性的,就是在盒子里待久了,往外拉的过程有点小吃力呀,不过话说这个颜色真的是超梦幻呀,蓝色和紫色的渐变,一面还有糖果纸碎片,真的是少女心十足呀。 说起来也是巴鸡巴鸡的悲响了,好奇心十足的我又拿来了网格,试试能不能拿起网格花来。 显然成功了耶,捏起来的声音也是超级仰,再来一次,显然你手感有点硬,类似水晶太臭。 但是拉起网格花来,但是挺漂亮的,把泥放在阳光下,像不像一块水晶湖和宝石呢? 来来第二瓶粉色的泥,可以看到这是一片毛球泥,磕起来的手感比较偏软,但是柔软中又带一点弹性。 盒子里放得久了,毛球泥有点发硬,先给它暖和暖和,然后慢慢的来拉伸。 哇塞,意外发现竟然有液态玻璃的拉似质感呢,还不错嘛,既然是毛球泥嘛,那还可以捏着玩呢? 捏在手里凉凉的,软软的,既可以放松手指,还可以感受超级大的声音呢? 再来试玩这盒白色的泥吧,其实这是一盒云朵泥,这个云朵的渐变运染得蛮漂亮的,底层还有粉色的珍珠,就是可能我拍摄的角度,不如食物要美得多。 不过手感着实令人惊喜,做起来有拉面泥的韧性,又有棉花泥的柔软,感觉还是天冷的原因,泥玩起来不如夏天那么顺畅。 稍微有点硬,不过放在热水里浸泡一会儿就好了。 最后一盒泥了,盒子口有点漏气了,泥有点发干,不过不影响我们玩,这个蓝色真的是超仙气啊。 既像晴空下的蓝天,又像清澈间里的湖水,白色的椰果也像极了云朵,其实是一份椰果泥,别夹的玩法就是用手捏啦。 心情不好的时候捏捏捏,作为强迫症的我来说,那一天都不会感觉累呢。 好了,今天的四款泥都是玩完了,你们最喜欢哪一款呢? 有论区留言告诉我,喜欢别忘了点赞关注哟。